南充從最初的一個小城鎮 一路披荊斬棘 一路風雨堅程 1950年1月20日 經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中共川北區黨委建立 胡耀邦為第一書記 趙林為第二書記 2月21日至24日 中共川北區委員會和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正式成立 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區第一書記兼刑署主任 辖 穗寧 南充 建閣 達縣四個地位 1950年2月8日 經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 中共南充地委 南充專屬在南充县城正式成立 孫先瑜任地委書記 王大昌任南充專屬專員 甲 南充 西充 南部 宜隆 彭安 迎山 越池 武盛 八個縣委 縣政府 同月 南充專區所屬各縣 相繼任命了縣委書記和人民政府縣長 1950年3月 經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批准 劃南充县城關區 東南鎮 西城鎮 北城鎮 和武鳳鄉 華鳳鄉 文鳳鄉 河東鄉 設置南充市 6月 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南充市委為地級市委 南充市為行署直轄地級市 吳志忠任市委書記 原官吳志忠 孫桂林 先後任南充市人民政府市長 南充市機關設在南充市城區 辖一個市郊區委 六個鄉黨委 管理南充四二廠 南充四三廠 市朱松廠等廠礦企業 10月 南充專屬更名為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 南充專員公署 為打擊和鎮壓反動勢力 維護社會治安 1950年2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1軍 正式組建委川北軍區 司令員 韋傑 政委 胡耀邦 辖 南充 穗寧 建閣 達縣 四個軍分區 1951年 部隊整編後 以野戰軍第547團團部為基礎 組成川北軍區公安總隊 轄公安第18團和一個直屬大隊 四個專屬大隊 35個縣市中隊 受川北軍區和行屬公安廳領導 為了加強對工人 青年 文藝 及工商業界等工作的領導 先後建立了川北總工會 民主婦女聯合會 農民協會 工商業聯合會等群團組織 到1950年2月底 南充軍管會 共接收就職員4602人 和大量的武裝 糧物 錢款 器材 以及所有應該接收的房地產 和機器設備等不動產 成功地接管接收工作 使社會人才資源和社會資本 順利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取得了生產發展 財政收入增加 物價上漲 得到控制 群眾生活安定的好成績 在實行軍管的同時 專區和各縣的政權建設 積極推進 區單位 行屬及各地黨政軍群組織的建立 保證了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 有力地推動了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新生人民政權建立後 南充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開始進入了一個崭新的時代 這支的問題 我們可以拍照 好新的故事 好久 Label